現在新建的公屋或居屋 都是用預製組件的形式 去裝嵌而建成整座樓 所以在特別廚房和廁所方面 因為它不是以前賭石屎的做法 相對上有一小部分潛在風險 就是漏水的風險 所以我們很多時候都會建議客戶 在非不要的情況下 也不要拆了廚房和廁所的磚 否則會影響防水能力 因為以前很多時建樓的技術上 可能需要紮板倒石屎 好處是結構比較緊密 但現在新的方面 很多時希望速度及成本做到好省 很多時在國內做好預製組件來香港 如果很多時在當時的品件 未必做得那麼好時 就會發覺它有密度未必足夠 例如我們早期做過一些居屋 都會發覺它拆了磚樓後 裡面見到一些風潮的形狀 可能代表它在裝嵌時 都會有少許空氣 也會影響到它的防水能力